美国大选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美国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纷纷锁定关键摇摆州 恰逢60岁生日的哈里斯 前往了佐治亚州两所教堂造势 争取黑人信徒的支持 而特朗普则是现身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麦当劳 去客串店员 也讽刺哈里斯编造曾经在麦当劳工作过的经历 哈里斯当天来到亚特兰大郊区的 新生传教进行会教堂 参加礼拜并发表演讲 作为灵魂到投票站运动的一部分 哈里斯此行旨在争取黑人选民 他表现得比集会更加严肃 强调同情和尊重的价值观应该化为实践 呼吁黑人信徒提前投票 哈里斯没有提及他的对手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但他称有人试图分裂美国 散播仇恨并制造混乱 演讲过程中 观众自发为哈里斯唱起生日快乐歌 庆祝他的60岁生日 哈里斯当天还别有乳腺癌防治运动的粉色丝带 现场女性观众也身穿粉色衣服 来提高公众对乳腺癌的关注 哈里斯随后前往亚特兰大的另一座教堂演讲 鼓励信徒积极行使投票权 美国著名盲人歌手旺德也到场助阵 活动结束后 哈里斯还接受了著名名权领袖夏普顿的专访 将于晚些时候播出 同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现身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麦当劳 他身穿黑黄相见的围裙 并在店员的指导下学习炸薯条 店外聚集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 有顾客提醒特朗普今天是哈里斯生日 特朗普祝他生日快乐 说可以给他买一个汉堡庆生 哈里斯之前在采访中提到 自己年轻时曾在麦当劳打工 负责炸薯条 而特朗普说这是谎言 为了讥讽哈里斯 他也选择到薯条区工作 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20日前往威斯康星州的一家酒吧 呼吁选民即刻动用一切手段 为特朗普投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